而上到小泉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澎湖昨晚已经明显刮起了长震风 并且率先公告今天停班停课 不过交通书院也跟着被打乱 包含了海上交通全数喊停 另外今天澎湖往返台湾本岛的航班 也几乎全数停航 澎湖机场4号一早涌入大批民众 等待候补机位 因为飞往台湾本岛的飞机受到颱风影响 民众有家却归不得 小泉颱风尝试来袭 澎湖三号晚间已刮起7级以上强阵风 而一位民众刚好在当时搭乘飞机到澎湖时 突然遇到小乱流让他心有余悸 受到台风外圍環流影响 澎湖一早平均风速来到7级 阵风有9级 对外交通海上部分全数停航 飞机航班则出现大幅移动 原定有澎湖飞往台湾本岛各航线有36个航班 那目前取消17个航班 本日的一个最后航班是 表定是下午5点20往台北的航班 那飞航结束之后 本日就没有航班 澎湖率先全台开第一枪 公告四号停班停课 不过还是有民众趁着放台风架 冒险前往海边观浪 台风步步进逼 天气变化越来越明显 澎湖气象战预估4号下午 阵风会到时机 这回台风因为和东北季风产生共办效应 所以风势较强但雨量不多 提醒民众还是要留意自身安全 记者澎湖综合报道